好好吃喔 這個很好吃耶 你是不是想吃 抱歉 我不會留給你們 歡迎收看時尚新鄰居 我是李久 我是小賴 有點浪漫 有點浪漫 有點像在天堂的感覺 我跟你講因為呢 最近我就是安排了一些休假 對 對 然後我昨天就是在晚上的時候 在IG搜尋那個台北景點 然後我要蒐集一些很特別的咖啡廳 然後我在滑滑滑滑的過程當中 我就看到兩個網美 然後他就在門 就是在這一間的門口打卡說 大家來喝我們家的奶茶 有這個姿勢嗎 就兩個姿勢 然後就說是他爸爸媽媽開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好特別喔 這一間就是門口非常上 網美式的咖啡廳 其實很漂亮耶 是什麼 左邊路 左邊路 應該是 Campotting 然後我後來點進去看一些照片 就其實裡面是滿 中藥是不是 對 中藥奶茶 中藥感 有點中藥感 就有一點你知道 就是進去就知道 我是年輕人開的 哈哈 好的 為了跟大家證實 我前面那段沒有在亂講給你們看他們的女兒的IG 因為我就想說 你看他還有片子 然後我就看到兩篇是這樣 我就覺得 他今天是不是很厲害 因為他們的餐點 女兒在文章裡大推薦那個 仙島珍珠奶茶 我們要請老闆來介紹一下 好 我們請老闆來介紹一下 歡迎老闆來這邊 老闆我剛剛講的那個IG是 女兒本人嗎 女兒本人是本人 那你是兒子 我不是啦 我只是他的朋友而已 就是朋友來顧店 現在的人 所以手搖引 跟我們的衣服有一個很大的區域 是 其實我們的使用廠 國和國廠 跟外面的正常 跟國廠完全不同 因為我們媽媽本身 就是他這個番茄 所以他自己清澈 才推出這些產品 非常好奇他吃起來的味道 對 很好奇 你建議哪個先吃 當然先從我們最知名的 我們的楊起茶 對 珍珠奶茶先享用 因為他們家比較特別的是 他們的奶茶都是 先選茶再選奶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組合 你知道我剛剛看到這碗 我以為是什麼共丸湯 我以為是鹹豆漿 對 我也以為 然後 沒有 他這碗就是 是奶 對 所以他任何的茶類 就是把他的配料 直接倒進鍵盤裡面 來 他的 他的珍珠很Q的感覺 分食喔 所以要像撈珍珠對不對 對啊 這碗是重點啊 我看女兒的口感怎麼樣 你去看看 我跟你講 他的珍珠非常的Q 他的奶茶跟外面手搖飲料店的奶茶喝起來是非常不同 沒錯 他的珍珠好Q喔 我跟你講 因為他剛剛老闆可能講到那個糖的種類選得不一樣 所以他的奶茶喝起來是很溫順的 就像有些奶茶的糖就是很有侵略性 嗯 但我也是愛啦 我也是愛的 我是各種糖類我都喜歡 但是這個是很適合很暖心的時候喝 我看這種奶茶恐怖的地方就是 因為不知不覺 就會喝完 好好喝喔 所以這個糖就是那個羅漢果糖 對 沒有錯 那其實在月亮部分的話 一般外面手搖飲的一杯珍奶可能落在三百四奶茶 對 那我們可能平台這個套餐這樣子加一加的話 可能一百兩百今天就解決了 Oh my God 這是你的天堂 對耶 因為這個奶你應該是很愛的吧 愛的 因為他這個甜度是很夠的喔 它是全糖的 這是全糖 全糖 欸 這個是減輕負擔喔 又可以享受到那個超好喝的那種甜度 對啊 對啊 所以他可以調甜度嗎 是原本的 其實我們也沒有這個服務了 是是是 沒有調甜度喔 就是奶就是選好茶跟奶 來 你來試一下他這個小甜甜 好 對 這邊我這邊還有一個 來 所以我們特加的小吃 它裡面是它裡面的我們的特加酸菜 特加酸菜 它吃起來口感很像麻糬 有點類似 有點甜甜的 然後加上 我剛剛看到酸菜有點嚇到 但是加在一起完全不違和 很特別 嗯 所以用這個set要先吃這個 然後再喝這個 先一顆人就先吃 嗯 好 來 一組這樣吃就買 啊 我跟你講 因為它的花生粉 因為你已經嘴巴裡有花生粉 然後加上這個奶茶 會跟剛剛一開始喝的口感有點不太一樣 它多一種很沉的味道 那我們就順著喝那一碗 好啊 它的滴底茶不一樣對不對 對 滴底茶不一樣 對 對 那這個滴底茶不一樣 那這個滴底茶是什麼 薑乳茶 薑乳茶 裡面的話 是有教我們台灣的 粉土薑 煮薑 煮薑 其實它的薑辣酥羅花 會比外面一般鮮薑 然後再高一點點 所以配合的時候 吃的時候會有一些辣辣的 都正常的 然後這個有顏色的 很像珍珠的 它就是琉璃珍珠 對 所以它也算珍奶的一種 芝衣 芝衣 對 嚐一下它的味道 有什麼味道 比下薑乳茶的話也是 哦 對 它喝起來比較偏綠茶那邊 我要我用茶的口感來分的話 這一杯茶的尾韻會比較 涼一點點 然後它會比較 偏向綠茶 如果以一般種類茶 比較偏向綠茶 味道比較偏向那邊對不對 對… 比較偏向綠茶那邊 我是覺得我喝了 我有點精神來了的感覺 因為它比較涼 對 很清爽的感覺 這是完全沒喝過的口感 對啊 沒有喝過的口感 它帶有一點點薑汁 所以它其實滿暖心的 暖味 你介紹的是因為天氣比較冷 冷冷的 北京推薦客人可以喝一日 所以它也可以做熱的 冰熱都可以做 可是我剛剛自己指定要冰熱 這一碗比較適合做熱 別人沒有很愛喝熱的 我這一碗做熱的應該會比較好喝 推薦給大家 再來的話 這更清爽嗎 這更清爽 那這個茶底跟前兩位不一樣 前兩位 稍稍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它這一款我們的燕麥奶茶的話 它基底也是以紅茶去做 可是它有加了新鮮水果 像蘋果啊 香蕉的成分在裡面做打製 所以它的糖的話 會比剛剛前面的更清爽很多 哦 這裡的奶茶種類好多哦 所以你說它的糖是水果糖 香蕉跟蘋果 對 所以比較清爽 非常清爽 它很像在喝 燕麥 不要吃燕麥奶茶吧 但它早上很像喝 我再喝一個 嗯 它很像在喝那個 就是那種早餐 就營養早餐有那種 這就適合當早餐 美式的那種果仁 鼓勵的那種 然後它的奶茶是非常的 完全不甜 這個對我來說應該就是微糖 然後這個在外面來說應該就是半糖左右 然後再搭配它的這個 對我們的不理哦 而且因為其實我們很多喝 就是那種無糖奶啊 或是那種糖量很少的奶 很怕不好喝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的奶味會沒有出來 嗯 但這杯它的糖很低 可是它的奶味卻是很濃厚 所以 你喜歡喝奶味的 不一定要靠糖的方式 讓它的味道更加好 是的 哦你喝整個喝上你 對 對啊我整個喝上 來 還有什麼茶我沒喝到 這看起來好好吃哦 超讚 好好吃哦 欸這個很好吃啊 它也是很多客人想要做單點 但是目前的話才會吃 哦 你們就是配套餐這樣 哦 你就是要這樣配整個 是 欸這個好好吃哦 欸這個看好吃了吧 哇好好吃哦 怎麼會這樣啊 欸它是 怎麼樣 欸這道 我有點忘記 哦它是肉桂捲對不對 肉桂捲 因為其實很多肉桂捲它是做得比較 紮實的 但是它的中間是幾乎是麵包的鬆 它也是紮實的 它也是紮實的 但是它口感吃起來是 比較鬆的 鬆的 然後它外面是有一層脆脆脆的 那肉桂捲就是一個很見仁見識的東西 很多人很喜歡那個味道 你說那個味道對不對 但我看害怕肉桂捲的人 你們來吃這個 你會喜歡 因為它肉桂捲的味道 完全跟它的麵包融在一起 你是不是想吃 抱歉我不會留給你的 好吃啊 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耶 真的很好吃 你知道嗎 因為我吃過很多家 肉桂捲 之類的 然後都買我們那種 就是那種一圈一圈一圈的 然後它們那種都是會很 就是肉桂的味道非常的重 但是我個人沒有很愛 但是這個肉桂捲是 它的味道可是同時有酥脆 同時存在 哇塞 我這個單點我可能會來買 我覺得三個我們要先選 今天的MV 你說奶茶吧 奶茶的部分 一二三 真奶嘛 對啊 真奶真的還是最 這個味道很棒 但是我想減肥人一定會愛這個 沒有我覺得來這邊就是 你也不用擔心太多 我覺得像剛剛說 連真奶的那個糖分也都是 可能一半的一半 對 沒有錯 對 因為通常我們去飲料店呢 就是因為很多飲料店 可能有出各種不同的茶類嘛 然後我就想說好 會叫三五朋友一起 一人點一杯 因為這邊的那個組合太多了 對 人家叫一坨 大家要分著這樣 對啊 因為他們買還有分很多不同的 買種 我剛剛看到還有什麼豌豆奶 很特別的 就是你別的地方很武道 對啊 我都聽不懂 試試看 接下來呢 這個布丁呢 也是他們家的招牌 第一名的招牌 只要客人預約 他就是一定要 可是他跟一般的布丁有什麼不同嗎 其實大家外面想像中的布丁 都是那種很水嫩那種 對 就是我們 叫紮實 而且我們的焦糖的話 是那種焦糖 那其實適合就是 現在大人的味道 哦 這樣做形容 大人的口味 而且你知道很厲害是 他們的這個盤子 是一個葫蘆形狀 就是我覺得 他整體的設計非常的棒 這是你們訂做的嗎 沒有錯 那當然 那從哪裡買到 小小都說 我們自己訂做 很棒 因為他這個造型還蠻特別 是他可以把焦糖 集中在中間的部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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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我剛才其實在食尚玩家介紹過太多 這種布丁了 他們的布丁呢 很像就是一個 在高山上的呼吸 你不知道為什麼嗎 原因是因為他很綿密沒有錯 可是你吃進去 他的 散掉 他的那個綿密是屬於 清澈的 然後是屬於比較 水波狀的 你知道嗎 因為他剛才講綿密 我想說完蛋了 因為我 我們以前講說綿密跟悶 就是畫上等號 但沒有 他們的綿密是吃進去 有一種 游泳的感覺 因為他中間是水嫩感 但你心裡我說 我已經快把它吃完了 對啊 你為什麼可以吃這麼多的 沒有意思 我在試著嘗他做那個 黑糖的那個苦的感覺 他不是那種很苦的 他的糖後面有回甘回來 而且他後勁有一點 一點點涼 很像 很特別啊 我覺得就是這邊的整個 我剛剛有點 有點想說 很像在吃那個 什麼糖 川貝啤 有一點點那種感覺 跟你學他那個苦的話 是會回甘的 對 對是會回甘的 就是我講話到後面 還是有甜度在那邊 蠻好吃的 我覺得很讚 所以這個是有需要 譬如說我現場來店裡 我直接點點不到嗎 建議都會預約會做 對 我就請師傅幫你 對 因為他手工比較複雜對不對 對 所以 記得要來先預約 才可以吃到這個布丁 那其他還有要預約的嗎 像 各式餐點 我們都建議 問說 都預約 試什麼的話 跟我們說 這個可能要預約 要這個一定要 對 這好像可以再來一個 我就可以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有嚇到 這兩個都很棒 這兩個都很棒 對 好的 今天介紹到這個 仙境的仙島 仙島 對 如果你不妨走過的話 看到這個外面很特別的設計 你一定要進來喝喝看他們的奶茶 如果你有想嘗試什麼樣 一些比較 外面喝不到的口味的話 就換你來仙島 對 我在這邊打包票 這邊的奶茶 真的是你外面喝不到的 完全沒說 完全喝不到 而且甜度 非常好 而且甜點 真的都非常好吃 真的 來到這邊就彷彿來到仙境一樣 我們的時尚新鷹 下次見 拜拜 鄉親啊 好康來囉 晚上10點 準時收看 食尚玩家的電視首播 然後趕快下載食尚玩家的APP 我們不定期會抽出 超多好禮要送給大家 沒錯 有美食餐券啦 還有住宿券啦 還有一些食用的小家店 重點是還可以免費入住飯店 然後還有全台吃喝玩樂的 懶人包 讓你輕鬆出遊 超省力 趕快下載食尚玩家的APP